扫码即可下载 好事说在前 今天的视频结尾有抽奖活动哦 好看的包装 自然的妆感 再加上一物多用的属性 Glozier作为被美妆博主吹爆的小众品牌代表 到现在依然被很多简单 又不失个性的女孩子们深爱着 不过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 也有人说她无功无过 看在颜值的份上就嘴下留情了 今天的视频里 小编把当家产品都试了一遍 总结出了排名榜单 视频开始前 请点击红色按钮订阅我们的频道 点击右下角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最新视频了 11样产品的使用感受 1.Milky Jelly Cleanser洁面乳 非常温和 清洁力足够洗干净脸上的残妆 洗完之后肌肤光滑 不会有紧绷感 2.Balm.com润唇膏 润唇膏是一年四季必备的单品 好看又好用的更要推荐 嘴唇干裂起皮的情况都能被治愈 还能用在胳膊肘或者是指甲周边 软化死皮 又是一个以物多用的产品 还有带淡淡颜色的润唇膏可以选择 如果你很不喜欢樱桃味 那就算了 3.Boy Brow染眉膏 基本上每个入坑的女孩都买了 总共有黑色 棕色和透明三种色号 本身眉型好眉毛浓密的人 直接用它刷就足够了 眉毛梳理好的同时 不会粘成一撮一撮的 上色均匀非常省时间 眉毛淡的女孩子可以拿她来做最后的梳理和加固 4.Cloud Paint 云朵腮红 这也是经典中的经典 颜色选择非常多样 包装小巧可爱 很容易产生想要及其他的冲动 5.Lash Slick 睫毛膏 刷头可以打造根根分明和线长的自然效果 适合搭配日常淡妆使用 刷完之后 依然感觉它就是你自己的睫毛变得长了 有光泽了 浓密度适中 不容易脱妆 6.Lip Gloss 唇釉 它的网屏还挺高 可以用来打造风盈的果冻唇 亮津津 水润润 如果你本身唇色粉嫩 直接涂就好 反之可以选择新出的有色款 7.Heloscope 高光 高光的质地算是比较细腻的 起码看上去不刻意 很像是肌肤焕发的自然光泽 不敢尝试高光的同学 可以从它开始 8.Lip Star 液体烟液 这个系列的眼影都带珠光 不推荐给眼皮种种的女孩子 如果固执的一定要入 那就推荐淡金色的给你 可以刷眼头 或蚕体亮 月光撒在脸上的感觉 它很好运开 一次用量不要太多 如果手抖了 没控制好的话 就当高光用 也不浪费 就 Perfecting Skin Tint 粉底液 质地轻薄 有流动感 可以直接用手涂抹 按压上妆 赶时间的日子 不想戴面具的日子 打造裸妆的日子 选择它就够了 改成肌肤的同时 又是最舒适的状态 刚刚好 大胆地暴露肌肤的小瑕疵 你有多真实 就能活得多痛快 平时用一白二白色号的话 买最浅色号就可以 10.Brow Flick 眉笔 一根非常像眼线液笔的眉笔 可以画出粗细不同的线条 完全可以两用 需要注意的是 它上色很明显 不容易脱妆 也意味着不好擦 所以不要狂涂 11.Priming Moisturizer 妆前乳 质地介于乳液和面霜之间 带有保湿效果的妆前乳 除了干皮脂用它 可能会觉得不够润之外 其他皮的女孩都适合 好了 以上就是Glossier明星产品的使用分享 如果你不知道买什么好的话 可以先从小套装入手 有些品牌的套装里会搭配可有可无用不上的产品 而Glossier这三个套装里倒都是经典的当家产品 色号是可以自选的 价格比单买更划算 抽奖活动规则 说好的抽奖环节来了 首先感谢大家看到结尾 这次的活动规则很简单 只要在评论区留言分享 如果只要你带三样Glossier化妆品出差或者旅行 你会选哪三个 就算参与成功 评论或赞数排前三名的小伙伴 将会获得价值15到30美元的礼品哦 快喊你的小伙伴来给你点赞吧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 别忘了点赞并分享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见 拜拜 拜拜